好 要玩水呢 除了宜兰之外 南台湾的墾丁也是大家的最爱 不过这次遇上台风脚鱼通通一样 水上活动一律要停止 海边拉起了封锁线 那么今天有很多大陆观光客难得到台湾 不过他们只能够站在岸边拍拍照 到墾丁不能玩水怎么办呢 有另外的选择 室内水上游乐区 今天人潮足足多了一倍 来到墾丁却不巧碰上台风脚鱼 不能到沙滩玩水踏浪 带着小朋友的妈妈说 来到墾丁就是要玩水 室内的水上游乐区成了最佳选择 人潮比平常多了一杯 来到墾丁就一定是要玩水 要不然来这里要干嘛 因为台风 然后那个沙滩不能玩 非常扫兴 穿着比基尼的年轻辣妹 不能到沙滩展现好身材好扫兴 但都从台中大老远来避暑了 玩水行程当然不能少 飘飘池 今晚玩水的大朋友小朋友玩得不一乐呼 受到台风速力影响 墾丁的水上活动全部停止 海边也拉起了封锁线 难得来台湾旅游的大陆游客 只能站在岸边拍拍照 饭店也涌进了询问电话 订房率掉了四成 但大多游客都表示 台风过后还是要到墾丁来玩 希望能将订房延后 南台湾墾丁似乎是台风天前的宁静 一早还有冲浪客来到海边冲浪 碧海蓝天清凉海水 就算沙滩封闭 还有室内的水上乐园可以玩 看来台风天完全不检游客 来到墾丁硬要玩水的游戏 中天审蔡仲旭张信仪 AC小组屏东报导 感谢观看